hello 大家好 ak 野生大厨这些子今天又上线了 今天又要做什么 一起来看看吧 hello 有完木食材了 然后但是呢 今天会挑战升级一下 对 然后升级内容是什么 一会再告诉你们 什么食材 我首先要算 我拿了一盒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我知道了 有一盘不知道叫什么豆的豆子 还一样的 跟上次出现过 鸡蛋 这三个应该是一个物 应该是青椒吧 他只要拿一个 拿这个吧 我也摸到了一盆菜 不知道是什么菜 有认识的小伙伴 请给我科普一下 这是什么菜 但是我不想炒它 我拿了五一样 分别是青豆 小西红柿 然后甜椒 然后还有蒜 还有我们的鸡蛋 很明显的有一道菜就是 西红柿炒鸡蛋 然后把甜椒和青豆就都加进去 酷 难度升级又是什么呢 难度升级就是 一瞎调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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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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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船 呜子罗和我的主船锅 哇 放油 呜 多热一下 毕竟在家里生活着七口之人 啊 鸡蛋挑逗了一步哈 面 啊 差不多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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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来新东西了 啊 啊 哦他真的在爆炸 加一点点水 啊 我要让他更注意力气 这次没有忘记放断 把门都销在那里去 菜是炒完了 但是其实注意到我们没有调料怎么办呢 没有调料我们就用 腌了很久的一个炸菜 嗯 对给他放一下稍微 先尝尝 实话是好吃的 你给我来碗大米饭吗 今天我们的菜呢就是算挑战成功了 然后我觉得距离 对吧 上一道菜我觉得这道菜还是蛮像样的 然后呢 对于有些人觉得我把这个视频呢 投放在微博的 是吧 叫 那个 做菜叫成那块区域 还是蛮有自信的 毕竟 要拍出来点好玩的东西吗 要拍出来点好玩的东西吗 因为单纯做饭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是不是 而且现在有一个事情 招聘一下试吃员 就是我做完菜 你过来试吃一下 看怎么样 永远报名参加哦 拜拜